我师父这一招虽然厉害 但是却有个致命的破绽 如果在那里火烧连营 一定会不战而胜 就算李建成死了 秦王也不会是刘黑榻的对手 到时候再一决雌雄吧 你认为我会留下你帮李世民吗 杀了我 你一定不是魏征的对手 魏征 不错 你可以骗过太子 但是你骗不了魏征 没有了我 你一定会死在魏征的手里 天下也只有我刘文静 可以对付魏征 二位好好想一想 杀我很容易 随时都可以 告辞了 公主 刘文静或许是对的 留着此人 将来一定是幸福大患 水焰李建成君 就是他报的信 此人一心想要搞垮太子府 留着他 对我们太有用了 你相信他 他提供的图 跟公主的一模一样 证明他并没有骗咱们 魏先生 你怎么知道这刘文静 会跟红线接头 小谢都已经招供了 刘文静一定不会让太子 打败刘黑塔的 他一定会顾忌重演 把情报泄露给霍天行 朕想不到 秦王府的人如此之恨毒 这就是刘文静啊 先生 我们何不奏明圣上 将刘文静绳之以法 一个刘文静何足挂齿啊 你现在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太子 打败刘黑塔 这一仗如果打不赢的话 一切都是空的 如果打赢了 我们就彻底打败秦王府了 驾 驾 来吧 有人送你啊 殿下 请藏好这份图 这是什么 这是魏征要我交给殿下的 军事布阵图 魏征已经给我一份了 那份是假的 假的 魏征说了 只要是殿下按照这份图出击 必可大获全胜 好 驾 你不能吃过 尔尔 実房们 你忘了 面也不吃了 面也不吃了 不吃了 有点面 也不吃了 楼子 看我吃了 好 你这么开心啊 前方传来战报 太子大获全胜 留回他 他完蛋了 太子打胜仗 你就这么开心 太子获胜了 若曦和我大哥 就会平安回来了 原来你是为这件事开心 是啊 知道他们要回来了 我都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了 你还愣在这干吗 快去煮啊 面没了 没了 怎么会没了 我累了 没想到来得都比我早啊 魏先生今天怎么也会到太子的书房来呢 和你一样啊 都很关心太子打仗的事情啊 听说太子这次出征是魏先生订的计策 是我订的计策呀 如果太子打败了 我就成了千古罪人喽 魏先生号称赛诸葛比刘文静都厉害 又怎么会打败仗呢 这诸葛亮也怕小人呢 小人 谁是小人 小蟹啊 就是那个车夫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原来这个刘文静啊 早已经收买了小蟹 这个刘文静真够厉害的 那个小蟹呢 从小是跟着太子长大的 有一次啊 还救了太子的命呢 所以太子对他十分的信任 这个书房啊 谁都不能进来 只有小蟹 可以随便进桌 可是小蟹 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可不是嘛 这是刘文静惯用的伎俩 都是我那个师傅教的 你跟刘文静是师兄弟 那刘文静的伎俩你应该很清楚 早有防备才是啊 谁说不是呢 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份 假的行军布阵图 让小蟹交给刘文静了 刘文静的张图是假的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没有 我只是在想 刘文静拿了那份假图 做什么用呢 这张假图呢 刘文静一定会交给霍天行 霍天行一定会交给刘黑榻 那刘黑榻 就会中了我的计呀 来不及了 太子都已经出发七天了 就算你现在快马 加上一百遍都赶不上他了 你怎么知道刘文静会给霍天行通风报信 风筝 风筝 小小的一支风筝 就暴露了你的身份 也暴露了刘文静的真实面目 那废纸楼里的那张图纸呢 当然也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会伤到 因为有三万将士的冤魂 能夹着淮阳王的一条性命 你一定会相信 你自己已经被太子信任了 一定相信自己到来的军机 一定是真的 如果 我不去废纸楼 拿那张图纸呢 那刘文静也会送一份给你 因为刘黑他已经尝到了 水淹建成军的甜头 他一定会相信刘文静的 那份假图纸 还是 你们一定会上当的 我在太子府待了这么久 你都没有揭穿我 就是为了等这个天 不错 留着你 就是想借你的手 消灭刘黑榻的三十万大军 我杀了你 能够死在红线公主的手里面 也是我未争的一种幸福啊 混蛋你太逼逼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刚才啊 正好收到一份最新的战宝 要不要看一下 看一下吧 来 看 看写了什么 刘黑榻全军覆没了 这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假的 你出去看看吧 我来的时候啊 霍天心已经在外面放风筝了 他现在是急不可耐地想见到你啊 没办法 天黑黑的 只能放一只火风筝了 公主啊 公主啊 赶紧动手吧 我还等着到酒泉之下 和刘黑他一起喝酒聊天呢 怎么不动手啊 快动手啊 用力一刺 我未争就完蛋了 我不会这么笨的 我不会上你的当 上当 上我什么当 你死在这儿 大家都会知道是我杀的 我在太子府 就待不下去了 这我没听错吧 事到如今了 你还以为你会待在太子府 刘黑榻完了 可红线还没完 战场上的战斗结束了 可太子府的战争 还没结束 那今天你不杀我 我日后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的 到时候你连性命都保不住 随便 尽管放马过来 看看谁是最后来胜利着 对了 走的时候别忘了熄灭烛火 把太子府烧了就不好喽 我 透红线 刘黑他怎么样了 快说呀 刘黑他到底怎么样了 公主 我们上当了 劝军覆没 那刘黑他呢 那刘黑他呢 他受了伤 我救了他 就在上面 他伤得重吗 他伤得不重 就等着见公主呢 公主 快上去吧 这时候 他最需要你的鼓励了 是我把他害成这样的 我怎么还有脸去见他 不怪公主 是我上了刘文静的当 我们都上了卫争的当 是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公主 你快上去吧 我在这守着 我曾经 看望 我会把我启了 然后她的 你什么时候 马上 你才能逃吗 自己 他在这帮 你可派出金兵 追杀刘黑塔 谁拿到他的人头 必有重伤 是 你怎么来了 平时还不知道魏征的本脸有多大 但到战场上看到这一仗 才知道魏征不愧是赛诸葛 你的意思是说 这都是魏征的功劳 和我没有关系了 刘备打仗从来不会嫉妒诸葛亮 太子又何必要嫉妒魏征呢 我告诉你 这仗是我打的 是我带的兵 是我打伤的 我只是想要提醒太子殿下一句话 魏征他是一块宝 太子殿下你要好好珍惜他 哦 我打了圣仗你却来教训我 你就算什么妻子 这是一个关心丈夫的妻子 行了 仗也打完了 你的风头也出尽了 对了 那三个没有用的东西 也该滚回秦王府了吧 殿下不可以侮辱人 是我侮辱他们 还是他们自己在侮辱自己 这仗都打完了 我就没见到他们在战场上出现过 哼 三位将军是我请来的保镖 只负责保护我 不是来帮你打仗的 保镖 好 我看他们三个分明是三个胆小鬼 行了 仗也打完了 你们三个一个捡一个兵器 回去跟你们的秦王去寝宫去吧 拿着 殿下 你们三个人快去护驾呀 快啊 快啊 快去救太子啊 我去 你们三个不去我去我去 娘娘 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啊 原来你们三个真的是胆小鬼 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给我 我们去 走 走 殿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想到这些人居然埋伏在这里 这么不怕死 殿下 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秦王府的人不是胆小鬼 公主 刘黑他 把他的人头给我了 千军万马都没把刘黑塔给杀了 红线一人出马 他就做到了 红线真是女中豪杰 巾帼不让须眉啊 使命啊 你不是怀疑 红线是窦剑德的女儿吗 什么 红线如果是窦剑德女儿的话 他怎么把刘黑塔给杀了呢 什么窦剑德的女儿 无稽之谈 朕这条命就是红线救的 一定要好好地赏红线 父皇 世民这条命也是红线救的 建成啊 你看赏红线什么好呢 他最需要什么呢 父皇 红线他最需要一个家 家 哦 红线还是个姑娘家 嗯 对 要给他找个人家 好好地把他嫁过去 可是父皇 红线 他有心上人 那太好了 是哪家的公子啊 朕出面为他说媒 一定要把喜事办得 风风光光的 他的心上人是 他的心上人是 大唐的太子 是你 哦 如果 如果父皇嫌他出身贫寒 会不喜欢他的话 不 红线对咱们一家有功 也是有恩的 父皇 就喜欢这样的姑娘 我相信你母后 也会喜欢的 这么说 父皇是恩准了 赶快办 越快越好 多谢父皇 好 大哥 世明啊 记得一定要来 喝我红线的喜酒啊 你怎么可以娶红线 哎 我知道你是喜欢红线 可是如今 红线选择了我 我也没有办法 我说的是若曦 你居然跟我提 太子妃娘娘 你还记得她是太子妃娘娘 放心吧 红线已经说了 她不想当什么太子妃 她只想好好服侍若曦 多好的人 你少跟我装算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秦王爷 当初你要娶若曦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 说你一生迷世 都会真心地对待她 我有这么说过吗 可现在你们成亲多久 你就要娶红线 你怎么对得起若曦 大丈夫三妻四妾的 有什么不对的 你激动什么呀 你也可以娶上 三妻四妾的吗 好 三妻四妾是很正常 可你怎么面对若曦 你要我怎么面对 你怎么去面对一个 你曾经对她发过誓的女人 发誓 对不起 我已经忘了 你忘了 可若曦没忘 我也没忘 没想到你们俩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那一幕幕往事 我永远记得 大哥为了得到若曦 是怎么生泪俱下 是怎么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我一直相信 你对她的感情是真的 虽然我得不到她 但我相信 只要她嫁给你 她就能够得到幸福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只要她幸福就可以了 她现在不幸福吗 我让她当了太子妃 难道她现在不幸福吗 女人要的幸福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给我住口 你给我住口 你给了她红线 这是我家的事 不用你管 好 那红线是什么人 你不会不清楚吧 红线她杀了刘黑塔 你可以不相信刘文静 但为什么你不相信魏征呢 我告诉你 魏征是嫉妒红线 明白了吗 你明明知道 魏征对你忠心耿耿 连她都怀疑红线 为什么你不怀疑她 你还娶她当老婆 你想利用她来伤害若曦 我为什么要娶红线 我告诉你 因为红线温柔体贱 善解人意 行了吧 这都是假象 都是假面具 我喜欢红线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什么 因为她心里没有你李世民 你 这点若曦她做不到 她永远做不到 你以为 我喜欢伤害若曦吗 你以为我不想好爱若曦吗 我想做一个好丈夫 自从成婚以后 我真的想用我的心去感动她 可是这做不到 我做的一切都是与世无补 嫂嫂也想当个好妻子 可是 可是为什么 好 我告诉你可是为什么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横在我们中间 是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是你破坏了我的爱 如今你却站在我面前 理直气壮地说 指责我 说我伤害了若曦 你怎么不想想 你是如何伤害你的大哥的 大哥 好了 告诉你 红线我是取定了 这杯喜酒 我也替你留着 有种你来喝 漂亮吗 你 你怎么敢 刘黑他全军覆没了 我的复仇计划全完了 现在的我 只有抓住太子 才能搞垮大唐 你做梦 我回去告诉太子 你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都说了多少回了 太子相信过你吗 我相信 此时此刻太子对我的信任 远远超过对你这个太子妃呢 你是一个魔女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是为夏王报仇 也是为了大隋报仇 我是为了你爹 也是为了我爹 你这大隋公主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窦剑德的女儿全做 我是李建成的妻子 我是大唐的太子妃 你爱她吗 你根本就不爱她 这个丈夫对你而言又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等我杀了李建成之后 你可以好好地跟李世民在一起 你是大唐的祸根 太子妃娘娘 你一个人比得上千军万马 只要有你在 李建成跟李世民 就永远不会和好 大唐就永远不会安定 而我就永远都有希望 所以 禍根不是我 而是你 禍先生 这么巧啊 不是巧 风筝一飞 我就在这里早早地等待公主了 你认为我会去看风筝 是 真没想到公主居然能熬得住啊 因为我知道霍天心要跟我说什么 她一定会劝公主不要嫁给太子 所以我不能去见她 所以我不能去见她 这么看来公主是铁了心要嫁给太子了 我现在是过了河的族子 我不能回头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其实还有一条路你可以走 你可以带着霍天心远走高飞 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是斗红线了 就算 就算 就算你嫁给了太子 你就以为这样可以报仇了吗 你就以为这样可以搞垮大唐的江山吗 听说 魏先生这几天在极力说服太子 让他不要娶我 甚至还想杀了我 没错 只可惜呀 太子现在只相信你一个人了 听说太子还把魏先生给赶走了 你真的以为这样做 你就成功了吧 我告诉你 大唐是一块巨石 没有人可以震撼得了 我知道大唐是一块巨石 可是这块巨石 有一道致命的裂痕 什么裂痕呢 太子与秦王爷 这道裂痕够深吧 我想请问魏先生 你是否有办法 让这条裂痕消失呢 我没有办法 如果我在太子枕边火上加油 推波助澜的话 这道裂痕又会怎么发展呢 这道裂痕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最后不可避免的要火拼分裂 要爆发 为了这个 我也要留下来做新娘 好 先生 为什么要施礼呢 我读史记常常感叹 今世不会再有像荆轲这样的英雄了 不过 我今天看到了 能与先生交受 我也感到很荣幸 公主 公主 我 不愿意 我 不愿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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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龙儿 你在烧什么 纸钱 什么 你在烧纸钱 太子 真的会取红线吗 若曦 她怎么受得了这个打击呢 你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已经跟父皇母后 说了老半天了 但他们根本没法理解嘛 他们都认为 男人三妻四妾 是很正常的 他们都没办法理解 若曦心中的痛苦 就你能了解 看来 就只有我能理解若曦了 你能理解别人的棋子 你能不能理解自己的棋子 需要理解的女人就在你面前 龙儿 现在若曦受伤我才那么关心她的吗 你对她的关心 就是对我的伤害 你这样不是无理取闹吗 我无理取闹 若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关心她难道不对吗 你说那些话不是无理取闹吗 在你心中 若曦永远比我重要 你的婚 就依靠在她身上 在你眼中 你这个棋子 就像是一个行事走肉 我每天都煮一碗面给你 你吃了吗 在你眼中 在你眼中 这碗面是虚化的 你今天怎么不煮面了 煮不了了 为什么 没面了吗 火灭了 火灭了 可以叫人再生火吗 心中的火灭了 你放心吧 秦王爷 以后 你再也看不到那碗面了 我绝对不会让红杏过门的 火灭了 车怎么停了 秦王爷 今天是太子迎亲的大喜日子 你怎么弄辆囚车来挡路呢 我不是来挡路的 是一位朋友 他想跟新娘子讲几句话 朋友 童馨 你不能嫁人 不能嫁 你不能嫁呀 你不能嫁人 我 你不能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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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爷 红线姑娘说了 这位朋友她不认识 你们请回吧 不认识 这人是霍天行 窦剑德的大将 水淹剑成军就是她干的 你说 我该怎么处置她 这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女人不懂 好一个女人 我告诉你 霍天行血债累累 罪不可恕 现在 我就把她押到刑场 斩首 今天是太子的大喜日子 秦王怎么却在这里杀人呢 这也太不吉利了吧 好啊 良辰及时 我就不耽误新娘子出嫁了 把霍天行押到刑场 斩首 秦王爷 新娘子有什么吩咐吗 我们就要成为亲戚了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行 红线姑娘 太子 还在等着你拜天地呢 没事 我跟秦王 有些私事要谈 请大家回避一下 是 姑娘有什么话吗 霍天行你不能杀 只要你不嫁太子 我就不杀霍天行 没有想到 堂堂的秦王 居然也会用这种手段 这招我是跟你学的 我会的本事 你还不会 只要你不嫁太子 我让你跟霍天行 远走高飞 我绝不失言 为什么 你宁愿让你的仇敌离开 也不让我嫁给太子呢 因为若曦 为了若曦 难怪太子会说 秦王的心里没有江山 只有若曦公主 你还真是个秦顺 只要你点头 你现在立刻就可以带护天行走 你就这么相信我 窦剑德的女儿我相信 那我底下这句话 你就更要相信了 若曦 在我的手里 什么 我嫁太子 当然有很多人想破坏 我早就有所准备了 你绑架了若曦 想让若曦平安 就放了霍天行 只要放了霍天行 你就放了若曦吗 等我完婚 若曦就一定会平安回来 如果你敢碰若曦一根寒毛 我会让你粉身碎公 我肯放弃霍天行的一条命 但是秦王 你舍得若曦公主的命吗 放了霍天行 王爷 乔曦 乔曦放了霍天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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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夕 快走 你不能嫁 你啰嗦什么啊 你快走吧 你不能嫁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我说什么呀 黄夕 你是我的 你不能嫁人 你是我的 红夕 你再不走 你不能嫁人 你再不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红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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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你不能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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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疯子 奏玉 大家上路吧 走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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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夕 你忘了你爹吗 你忘了我们当他的面 败过天地的吗 走 我们走 好好把他葬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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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 新娘轿子已经离开太子府 绕城一周全城轰动 好好好 要让红线风风光光的出驾 是 阿妹啊你好像不大开心嘛 我在想若曦 天下又多了一个可怜的女人了 你们是怎么保护太子妃的 没有人注意到红夕是怎么把太子妃带出府的 先生也如此麻痹大意吗 你把红线留在太子府 就任由他胡作非为吗 可是当务之急 是如何阻止这门婚事 只有先救出太子妃 才能够阻止太子去红线 谁都不知道太子妃被困在何处嘛 你不是塞诸葛吗 怎么连你也束手无策了 王爷 王爷 你去阻止红线 救太子妃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你有把握吗 我尽力而为 那万一我阻止了红线 你又没能救出太子妃 那后果如何 救不到太子妃 我拿人头来见你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红线姑娘已经到了锦娘门了 好 父皇怎么样 皇上和太后娘娘 都在太极殿前面 等着太子和新娘呢 老人家可高兴了 好 传我令下去 所有宫女太监 赏银二百珠 谢殿下恩赏 先生 太子妃已经找到了 哪里找到的 就在太子请宫的衣柜里 真是兵不厌诈呀 我们满城的找太子妃 她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红线给太子妃灌了迷药 太子妃昏迷不醒 你马上去找秦芒 就是太子妃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 让她赶紧去阻止红线 是 等等 告诉秦芒 太子妃已经被红剑毁容了 可是太子妃她 只有这样 秦芒才会杀红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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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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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缺 难了解 忍在爱中凭直觉 无论寂寞之前快乐之后 我真的曾经想逃 逃到的爱越越远越好 可是你给的痛 还是忘不了 只有你最重要 无论噩梦之后惊醒之间 总忘不了你的好 好到连痛也不计较 无论我的心痛被什么缠绕 只有你最重要 你好就好 我愿用一生的煎熬 换取你瞬间的美好 我愿你躲进的鱼丝打湿我心爱的烦恼 你说心越动越强烈 你越想越不顾这一切 是真实是幻觉难了解 人在爱中凭直觉 无论寂寞之前快乐之后 我真的曾经想逃 逃到的爱越远越好 可是你给的痛 还是忘不了 只有你最重要 只有你最重要 无论噩梦之后惊醒之间 总忘不了你的好 好到连痛也也不计较 无论我的心痛被什么缠绕 只有你最重要 你好就好 不妙 U' U'